AG以前打训练赛本身就是输多赢少,但正赛的成绩却一直都不错,还被玩家称为万年老二,反而是对他们实力的一种认可。 所以当时AG训练赛成绩拉胯,大家对他们并不担心,直到现在成绩越来越不行加上队伍想要重组,训练赛的胜负就变得比较重要了。 只是AG近期的训练赛成绩,依旧是让众多玩家摸不着头脑,你说他赢下阿泽所在的KSG变厉害了,却又打不赢实力变差的XYG,可以明显看出队伍的状态还是不太稳。 最近AG的训练赛成绩被曝光,首先他们想上KSG,还是值得夸奖,毕竟KSG的变化不大,并且金羽的个人能力比晚星强,没能赢下AG可能是金羽,还没有适应新队友。 其次,AG却没能赢下XYG而且还是被大比分碾压,意味着双方的实力有差距,导致大家觉得XYG对AG有血脉压制,目前为止正赛都没有赢过他们,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判断AG补强的效果,只能说目前他们的状态并不稳,不过新人的适应能力不错。 如今的AG确实需要时间,毕竟新人需要适应一下团队环境,依诺又是队伍的老将辅助,如果不敢指挥的话,自然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发挥。 同时依诺还要改变自己的打法,其他队友不可能还一直把他当团队唯一的核心,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调整。 只是,AG如果真没办法赢过新的一生之敌XYG,估计春季赛想要取得好成绩,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低因为有时候解不开心结,就很难得到飞跃唯有当队伍遇到谁都觉得能赢,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提升,再次夺冠的可能性就会很大。